我真是后悔,这哪怕倒贴嫁人了,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好,只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 阿坤,你让你弟弟一家赶紧搬出我的陪嫁房,这房子我不借了。 老婆,这是发生什么事了?好端端的你干嘛要赶我弟弟他们走?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五年了呀。 今天要不是遇到他之前做生意的合伙人,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,我就关心地问了句,之前他们俩合伙做生意,欠的债务还完了没有? 可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,之前跟你小叔子一起做生意,虽然没挣到什么钱,但也没有欠债的说法,问我是不是误会了。 我顿时感觉不妙,又向他求证说,我小叔子家的那套房不是被迫卖了抵债了吗? 他说没有的是,他们生意虽然不做了,但平时还是有联系的。 你弟弟告诉他的说法是,那房子出租了,又买了新房住,我又特意问了他新房的具体位置,还有买房的时间点,很巧,这一切正好对应了我借房给他住的时间,事实的真相很明显了。 你弟弟白住着我的陪嫁房,自己的房子却拿来出租挣钱,难怪这几年你弟弟整天乐呵呵的,还可以躺平不干活。 是我,我也毫无压力啊,拿着出租挣的钱,还有你妈的补贴,日子有什么可筹的? 我还专门去你弟弟那房子看了,正好遇到了租客,他说了房东的名字就是你弟弟。 老婆,我弟弟那套房子已经出租五年了,一年有五万的租金,如今这合同还没到期呢,你现在让他们一家能搬哪里去啊? 原来你也知道啊,合着你们全家人都在算计我,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的是吧,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。 自己的房子出租着拿租金,却白住在我的陪价房里面,我的陪价房要是空着那也罢了,可当时我那房子也在出租着呢,是你妈求着我说你弟弟做生意亏本,连房子都卖了,想暂住在我的房子里,你也劝我帮帮你弟弟家。 说什么,你弟弟有多不容易,你们兄弟的感情有多好,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,怕你家在中间难做人,你以为我会同意这是吗? 可你们却利用了这份亲情,这份信任,为了同房,我还赔了租客一个月的违约金,而你弟弟一家人虚伪地说要给我租金。 我说了不用,他们就这样理直气壮地住了五年,啥表示也没有,今天要不是遇到了他那合伙人,你们是不是打算骗我一辈子啊,太欺负人了你们,我告诉你,不管有多难,我就给他们三天的时间,三天内要是不搬走,就别怪我不讲情面,亲自去碾人了。 这是我妈的意思,她当时一合计,我弟弟家的房子地段好,租金有五万一年,而你陪嫁的那套房子一年也就三万,她家的那房子自己住着不划算,浪费了那么高的租金,所以就换着出租了。 这样我弟弟家就可以白拿五万的租金了,咱们都是一家人,左口带进右口带的事,也没多少钱,你就别在意这些了。 你觉得很有道理是吗,你们坐收鱼翁之力,可我却白白损失了租金,还被你们耍得团团转。 老婆,你先冷静下,这也不是什么大事,你就同情下我弟弟一家人吧,那几年我弟弟做生意没挣到钱,后面的行情又不好,连工作都找不到,两口子都失业了。 而且他们家里还有俩孩子呢,再加上房贷的压力,要不是迫不得已,他们也不会这么干的,你就让他们赚一笔吧,咱们又不会少块肉。 而且咱们都是一家人,我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好,自己的亲弟弟去那样,我不帮一把说不过去,你就当做不知道这事吧,毕竟我们的工作好,又没有还贷压力。 家里有一个孩子还有新房住,你就别去计较那点钱了。 我没有新房住都是我爸妈的功劳,这房子也是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,你父母没有出一分钱,我不欠你家的,是你们在算计我的房子,我日子过得好,也是我努力的结果,不是你们占我便宜的理由。 你要觉得自己过得好于心不安,那你可以搬出去,跟你弟弟一家人同甘共苦。 这是我说到做的,要是三天后,你弟弟还没搬出去,我就连人带东西都给他们丢了,别怪我没提醒过你,是你们做得太过分了。 还有,这五年的租金,十五万也必须要还给我,如果你弟弟家情有可原,我借房也心甘情愿,可是用这种手段,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,没道理,我的房子给他们白白住了五年。 随后,老婆又找到了婆婆,敞开天窗说亮话,要求他们还他这五年的租金。 你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啊,我可是你的婆婆,你就当做是孝敬我的不行吗?这才几个钱呀,你也太小家子气了。 再说了,你们现在还没分家呢,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共有的,你那房子也是这个家里的财产,一切要以这个家的利益为主,股权大局懂不懂? 既然你觉得是这么点钱的问题,那你还我这十五万,你要是大气,你就不会烫我的房钱了,现在时代不同了,你别在那里给我摆什么恶婆婆的谱,没用,这是我的陪嫁房,是婚前财产,连你儿子都没分,怎么就成了你家的? 你们霸占我的房子牟利,你还有理了是吧?我嫁给你儿子到现在,你家又拿了什么?我家没让你嫁出彩礼买婚房,甚至连半酒席都是我家出的钱,要不是看在阿坤这个人不错,相信他以后会对我好,你以为我会倒贴嫁给他吗? 可是现在,我觉得我看走眼了,在你们和我之间,他只会偏心你们,向着你们。 那是肯定的了,你们才在一起多少年了?我可是他妈,我小儿子是他亲弟弟,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,这情分是你能比的吗? 我真是后悔,果然,这哪怕倒贴嫁人了,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好,只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 我爸妈当初给我陪嫁了房,还有车,甚至又全款给我们买了现在住的房子,这一切都是为了我,希望我以后的生活能有保障。 可是你们却想方设法来坑我,我嫁到你们家,没给你们家增添负担,还改善了你们家的生活,这难道还不够吗? 凭什么你要用我的房子去帮助你小儿子家,他家穷能怪我吗? 既然这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,那你必须要把租金十五万一分不少的还给我。 你说对了,这一切还真是你们欠他的,所以你们帮他是应该的,你老公能有今天,你能有今日,没有我小儿子那些年。 外出打工工你老公上大学,就没有他今时今日衣食无忧的生活,他日子过得好,有他弟弟的一份功劳,而你作为阿坤的老婆,你也是有责任帮你老公弟弟一把,你娘家那么有钱,你自己也是高学历高收入人群,你又何必咬着这么点小事不放呢? 而且阿坤的工资还在你手里呢,这本来就该交给我保管的,你可别得了便宜还买乖。 这是两码事,我为你家的付出你们看不见,我娘家的条件好,那是我们的本事,不是你们算计我的理由。 还有,要不是我,你觉得你大儿子的日子会这么好过吗? 不就是个大学生吗? 大学生那么多,人人都有你儿子过得那么好吗? 哪怕是个大学生,娶个媳妇也得让你扒层皮,还不一定娶得起。 我减轻了你的负担还不够,我还要帮你们全家呀。 我现在每个月还给你三千五百的生活费,你小儿媳给过你吗? 你没拿你小儿子的工资,凭什么现在还想管大儿子的工资? 我是有本事挣钱,但这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 我不是慈善家,不是来给你家扶贫的。 你也别用穷找借口,别用没文化找借口,你就是偏心你小儿子罢了。 所以,日子照样过得风生水起,但你小儿子懒,日子过得不好,要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而不是怨天尤人。 还有,你以为我不知道吗? 我平时给你的钱你都一分不少的贴不给了你小儿子家,我有说过你什么吗? 是你自己太得寸进尺了,最后挣钱还挣到了我的头上。 这外面租的是你小儿子的房子,要是没我这陪下房他们那房子出租得了吗? 你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,要点脸吧,赶紧把钱还给我。 我要的是三万一年的租金,一共五年十五万,就当是我把房子租给了你们。 多的那些,就算便宜点你们了。 莉莉,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懂分寸的好姑娘,没想到你如此斤斤计较,一点亏都不肯吃,要不这样吧? 等你小叔子家的那房子租期到了,我再让他们搬走好了。 至于租金,咱们都是一家人,这些钱你就别再惦记了。 你没有把我当作过一家人吗?这五年来把我耍得团团转,我为什么还要吃这个哑巴亏?倒是你,这些年吃着我的,喝着我的,住着我的,还拔着我的钱,没想到你却是个白眼狼,以后你别在我家住了。 是时候去你小儿子家了,至于每个月给你那三千五百块的生活费,我以后也不会再给了,你好自为之吧。 站在门外的老公看着价值要越闹越凶了,于是赶忙走了过来。 老婆,你就行行好别闹了,我妈都说了等租期到了,就让我弟弟一家人搬走,这不就行了吗?得饶人处且饶人啊。 我当时可以付违约金藤房给你弟弟一家人住,他现在也可以,用得着等房租到期吗?他的房子我管不着,我只要我的房子,这是你妈做的不地道,你不去怪他,你还觉得我这是无理取闹,你怎么回事的? 老婆,这一家人光讲道理是没用的,你也别太霸道了,有点人情味好不好? 你还真是处处向着你妈呀,她做错了没事,反而我这个受害者你却不心疼,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你靠得住,我告诉你,这是没商量,谁劝我都没用,你不帮我,那我就自己去讨公道。 随后,老婆便自己去了陪嫁房,要求小叔子一家人搬走,并且支付十五万的房租,而小叔子直接说搬走不可能,给房租是更加不可能的事。 面对小叔子的厚脸皮,莉莉气得不行,于是一次不成去两次三次,还闹了周围,银居人尽皆知,小叔子最后实在是没脸呆了,只能是搬走了。 婆婆也发飘了,慕吃媳妇的不尽人情,大吵了一架,婆媳自此成了仇人。 可丈夫不仅不心疼老婆,还觉得老婆做得太过分了,指责她的无情无义。 莉莉,你做人是不是太刻薄了,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关系都被你搞没了,这下你高兴了吧? 你这么做以后让我和我妈,我弟弟一家人还怎么相处,我还要脸去见他们吗?我是你老公,你怎么不为我想想? 你可真好笑,他们如今已经跟我撕破了脸皮,你觉得我们还能若无其事和平相处吗? 还有,以后你妈也带去你弟弟家住了,这左右都是做儿子,没道理,她要一直住在我家,你妈那么偏心,去你弟弟家住,我看她肯定乐意得很。 那怎么行?我弟弟现在还需要我妈帮扶,她哪有能力给我妈养老,我妈去了怎么会有好日子可过? 这是我家我说了算,我以前每个月给她三千五百块,咱们结婚七年下来她手里应该有将近三十万了,哪怕是以后自己住也能过得很好,而且她平时吃住都在我家,根本用不着她花钱,哪怕是这三十万打个对折也有十五万了。 她要是没钱,就是她自己帮小儿子家才造成的。况且,哪怕是没钱了也可以去跟你弟弟要,这么多年下来,你弟弟给你妈这点钱也不过分吧? 这些年,你们全家人只记得我有多不好,却从没念过我的付出,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欺人太甚的是你家,我的付出,你们不识好歹,反而接受得心安理得。 你还记得吗?当年你侄子出车祸,手术费需要二十万,是谁二话不说拿钱救了他一命,这些难道你们都忘了吗? 当时你弟弟弟妹还说,我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,我看他们的生活困难,实在于心不忍直接说,这钱就当是我以后给孩子结婚的大红包,可你们家却这般算计我,忘恩负义的是你们,恩将仇报的也是你们。 这些破事,你还说她做什么?现在我妈身边没钱,你又不肯再给了,那我妈离了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啊?既然这是你先无情无义,那以后我的工资卡也不必再放在你那里了,以后咱们就各用各的。 说得真好听,你这不就是想把工资卡给你妈吗? 那是我妈,我给她花钱天经地义,你的钱你可以自己留着,我的钱你管不着,我是不可能让我妈过苦日子的,我弟弟家条件不好,我妈肯定宁愿委屈自己,也不会去给他们添麻烦的,如今我妈只能靠我一个人了。 看来你的选择是你妈了,那你们母子俩就一起搬出去吧,你的工资卡我会给你,这结婚七年的家庭开销,大家一人一半,你弟弟那十五万的租金也还没给我,我看你们哥俩的感情这么好,就从你的账户里扣好了。 等我把这些都算完,我会把你的工资卡给你的,还有,既然你都要把钱都交给你妈了,那你以后就跟着你妈过去吧。 你非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吗?这些年我对你难道还不够好吗?你要是嫁给了别人,你能有现在这么舒服自在的生活吗?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妈计较这些?那是我妈,你别让我左右为难的行不行? 你对我好,难道我对你不好吗?你扪心自问,你如果娶了别人,能过得比现在好吗?是你太自私了,只进不出,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,等我处理好所有的事,我们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 跟你结婚这么多年,我过得还不如单身,甚至还被你们算计多年,算了,这些就当是我识人不清的教训吧。 我不同意离婚,离开你我将一五所有,我是不会离婚的。 你也知道啊,可是早干嘛去了,晚了。 朋友们,故事看到了这里,你支持这个老婆的决定吗?这样的老公和婆婆是不是自作自首?欢迎大家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